我們要拍攝影師傅,跳放高 以文藝包裝的一個人性的一面電影 我覺得是很值得 喜歡思考的朋友進來看 還有很有啟發性的電影 值得支持 很喜歡他的《聖經》 大家互吵我那一段 我還想看下去 啊 這樣那些呢 令人想很多東西 所以平時我很多時候 趁早就會請大家閃閃閃閃 但這次沒有 想看下去 怎樣的呢 那個定位是什麼呢 很多東西反思 我更加想追溯一下原著 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很驚訝的結局 原來一路下來 那兩個角色是這樣的 好像他真的又不至於錯成這樣 但你又反過來在他的角度想想 又好像他這一個 反應也是正常的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你會發覺 原來你和身邊朋友之間的相處 你再細心想一想 你就會有一些醒悟 裡面其實帶出的東西很多 很帶出到人一個最特別的特質 就是呢 喜歡用自己的角度去看東西 很多的男士其實應該要看這部電影 導演的構思很好 導演他第一次拍戲來說 他攝裂一個這麼嚴肅的題材 以及一些涉及到宗教 教會的一些角色 其實是挺大膽的 整部電影都非常好看 其實這些事情 時刻都在我們身上發生 去看這部電影 去瞭解自己心目中 還有什麼鬼存在 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慢慢去 重新去細著的 衝突性都挺強的 嘩 很厲害 我覺得觀眾一定要來看一下 因為實在和我們生活裡面 有很多事都很相似 那個男生對 還是不對 就由觀眾去判斷 男女主角 我認為他們兩位 演技是非常之好 我相信他們兩位很有機會 拿這次金像獎的最佳男女主角 喜歡張學友 男女主角的演出也是很精彩 很欣賞學友和嘉欣這兩位演員 自己很喜歡這部電影 極有可能今年的影帝影后 是在同一齣戲裡面的 肉緊 我推薦大家去入戲院看《暗色天堂》 《暗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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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色天堂》